求求台湾军方秘密的研发生物战机 研发这种生物战机的话 我相信会对台湾带来灭顶之灾 台湾研发生物战机消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中国不止大内宣 就连台湾专家也成了宣传模板 你看美国在台湾要做生物战机的研发 透过剪接配上怂动音乐 中国认知作战再升级 联合报从9号开始助攻 12号更出示行政院南海会议记录 指称苏贞昌开会讨论 美国要求台湾创立新型P4实验室 研发生物战机 却被抓包公文错误摆出 并没有这样的会议 那文件也是造假的 那么中国的媒体趁机去扩大 这个是讯息战的一部分 不能就这样算了 府院党连日炮轰 联合报却只在13号刊登声明 强调已尽查证义务 对照原本的生物战机议题报道 篇幅超小 文章内更没有道歉而知 有没有问过行政院 有没有问过书院长 这种查证义务的落实 媒体的自律的要求 应该相对要高 总统府杠上联合报 14号晚间第三度发出声明 批评联合报违背新闻良知 因为从7月9号开始 中国刻意包装神武政绩 以美论假消息并大量扩散 来自官媒的消息有23则 影音13则 还不包括其他自媒体行事宣传 不断冲击台湾国家形象 甚至可能引发国际制裁 表示我们的倡议 表示我们的倡议 1998年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连任 联合报刊出阿扁澳门买春的新闻 时任竞选总干事的罗文嘉 一气之下撕掉报纸抗议 应该要主动的事宜 主动的向国人说清楚 对于国际上面台湾的形象 其实也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就怕丢脸丢到国外去 联合报一天不更正 总统府天天追讨 绝对没有 反正明天你也不会记得 近新闻综合报道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